三名男子走來 站在對肩 拿了生雞蛋丟到對面 接著其中兩人持旅棒 猛砸車子一分鐘快閃離開 就蹦蹦蹦啊 後面車窗 前面車窗 後期是好像是破鐵門 砸車三人組 看起來穿同色系衣服戴口罩 還刻意遮住車牌 把車停在周邊上內 徒步去犯案 車牌都搭起來 搭起來 不要穿頭 頭位 另外一個是全部貼起來 被害人PO在聯署社團 認為對方刻意等 巡邏警車走了再砸車 還嘲笑對方敲了巴下 車窗玻璃都沒敲破 公開對方的惡行惡狀 這次有人在拍在錄影 好像會不會覺得 他們有可能被縮死的 真的不會是 對我本人的話 他們應該要 我看著電門的時候 都來炸電吧 為什麼要我關電門來炸 事發在5號凌晨4點多 台中市南區一間高單價的 和牛海鮮專賣店 才剛開幕就被丟生雞蛋 還被砸車被害人說 沒與人結怨欠錢 被砸得莫名其妙 有計劃性的一個犯案 巡邏車已經經過了 然後他們才來作案 看中現在店面位置寬大 才從無日搬過來 沒想到卻被無端砸電 還被砸車車損出估20萬 到底是什麼原因 無端被盯上 警方以車追人鎖定 特定對象調查 三雄流汗為台中報導